星云大师说 做人要从读书开始 阅读可以让我们 读做一个人 读明一点理 读物一些缘 读懂一颗心 欢迎来到我的阅读时光 我是妙开 大家平安吉祥 年关将近 无论是寺庙道场 或者居家住宅 相信大家都已经紧 罗密谷的准备着大扫除 或者备办年货 希望除旧不新 来年更美好 那么大扫除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到底怎么扫 才会干净 有一天 佛陀走到金社的门口 看到弟子周立盘陀茄 蹲在地上 嚎啕大哭 佛陀于是走向前 关怀他 你怎么在这里哭泣呢 弟子回答 佛陀 我是一个愚笨的人 我跟着哥哥 一起在佛陀宁的座下出家 哥哥教我背诵的东西 我全部都记不起来 所以哥哥说 我太笨了 没有资格修道 也命令我回家 不准留在这里 我知道自己非常的笨 觉得人生没有任何希望 因此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怎么办 佛陀慈悲的回答 我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 所以你不要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能够知道自己不聪明的人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你就跟随我回到僧团吧 于是佛陀教他每天用扫把扫地 并且持送浮尘除垢这四个字 同时也请其他的比丘们 能够随时提醒教导周立盘陀茄 用功念这四个字 周立盘陀茄每天认真的扫地 也用心持奏 终于将浮尘除垢这四个字 慢慢记在了心里 也不知过了多久的时间 有一天他在心中生起了一个念头 成垢有两种 一种是内的 一种是外的 外面的成垢是看得见的灰尘 无垢容易清除 但是内心的成垢是贪嗔 是无明是烦恼 需要用大智慧才能清除 想着想着 他渐渐的把心中的贪嗔痴三毒给去除 因此心中充满着光明 心内的污垢也终于去除了 所以他送出了这么一句 扫地扫地扫心地 心地不扫空扫地 人人都把心地扫 世上无处不清地 我们都会扫地 但如何扫地 才能真正把地扫干净呢 要过年了 大扫除需要把角落 天花板 房子的内内外外等环境 都用心细心地整理干净 同样的 我们的内心也需要大扫除 当您看见自己心中的烦恼 比较痛苦 鱼吃等垃圾时 就是准备心里大扫除的时刻了 只要我们肯面对 肯改正 肯认错 这些垃圾就能够从心中除去 我们的心就能够拥有 清净光明的正能量 一旦没有了藏污纳垢 身心就能够清净自在 祥和欢喜 在座的您 准备好要大扫除自己的心地了吗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您收看收听我的阅读时光 祈愿您时时为自己的心地 勤服事 让灰尘垃圾通通扫除 许自己一个清静 欢乐 自在的心 那么凡事就能够不罗蜜了 祝福各位在阅读中 遇见更好的自己 活出更好的未来 我们下回见 每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 For your podcast 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